麗湘君你來看 當時在這個海上的時候 有包圍的狀況嗎 伊蘭艦被包圍 那都不至於說是被包圍 因為它是兩艘對一艘 確實是這樣 但是我想還不至於 稱得上是包圍 你包圍來講的話 定義可能就是 除非說是它一個在你左邊 一個在你右邊 那才稱之為包圍 也不讓你走 但我覺得很明顯 我們船已經走了 那大概就不至於說 是用到包圍 你看這個很明顯就是 它的海警船 跟我們海警船 船對船頭追船頭 那如果說是軍艦要作戰的話 大概是側身它會轉過來 它會轉過來這邊的話 那反而威脅性 恐嚇性就比較大 另外在海上 他們有很多的這種 海上遭遇的一些規則 譬如說是 我把炮口向上舉 我讓你看到我的炮口向上舉 表示我是無害的 我沒有要攻擊你的意思 當時這兩艘船 有沒有做這種動作 我是不曉得 但我想這兩艘船 大概會做 彼此都會做這種動作 譬如說它的炮口 它炮衣不卸下來 或者是它炮口向上 那代表說雙方來講 我沒有對你沒有敵意 那我們這次來講的話 由上層來處理 由政治層面來處理 那我們來講 兩邊不要在這邊 我們在這邊造成事故 升高衝突 那我想說像海上遭遇 如果說真的是 發生到說艦砲射擊 那一定是高層的指示 那在大陸兩會期之前 它應該也不至於造成 這麼嚴重的對峙衝突狀況 那會講說是包圍或者夾石 我們的壓著我們 毅然間回到高雄港 可能是他們的網友 在這邊所講的這些話 那我們台灣也不必把他這些話 當作很認真來看待 或者是說很生氣 我覺得倒也不要 現在最重要是兩岸怎麼樣 就這件事情來做一個降溫 那不要升高衝突 我們自己官員也不要再升高衝突 我們這邊網友也不要 在這方面升高衝突 然後側翼尤其不要再講一些 這些互相巧弄對方 情緒性的用詞用矩 我覺得說比較重要一點 我問一下立將軍 那有沒有可能當時在這個海上 有大陸沒有打開這個 AIS硬打器的海警船 我覺得應該來講 不至於沒有打開 應該它是打開的 因為這個是 這個還不到說是要作戰的狀態 所以你的研判 大概當時在海上就是二打一 對 可能是雙方 也不能說二打一 還沒打 兩艘對抗一艘 那應該是 我覺得應該是到目前為止 雙方還在談判 我們看到第13輪談判 那海上來講 他們只是這些 不管是我們或者是他們的船 在這邊只是做他們 談判的一個後盾 就是我有這個實力 再當你的後盾 那你在前面去談判 那後續會怎麼樣發展 你們那邊談判 如果談判好的話 各自掉頭回去 如果談判發生摩擦幹嘛 是不是我們這邊繼續來加上次或怎麼樣 所以這些軍隊或海警 通常都是政治的延伸 對不對 我們不會主動去造成政治事故 而是政治事故 我們配合政治事故 政治的事件來做因應的處理 所以我覺得 如果說是互相關掉AIS 這種應答器或幹嘛 可能是挑釁意味比較濃 但到目前為止 我個人研判 還不至於在海上 要升級到這種狀況 所以我想說這個大概都是 大陸的一些網友 他們自己所公布的訊息 但是很明顯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有兩艘船 對不對 一艘是從東海艦隊的 一艘是南海艦隊的過來 這個大概是不真的事實 那在海面上面 彼此現在可以確定 就是37海裡 大概都是雙方在 各自的火爆射程之外 還不至於發生有焦火 這種激烈的 這種軍事摩擦或插槍走火的行為 還不至於會發生 將軍如果單就這個配備來說 這個3306艦跟宜蘭艦 到底誰勝誰負 那當然3306艦勝它 我剛剛特別講 我們那個是 我們那個射程 頂多就是1000公尺吧 如果說是40榴彈炮的話 那我們陸軍都是用那種 那種炮在打 這個大概射程 最多就是1000公尺 那對方那個艦炮來講的話 他是艦炮改裝的話 他可能就是 大概就是兩三千 二三十公里沒有問題 那另外一個海上來講的話 像我們這種艦炮 大概打打海盜船還可以 但是你如果說 真的要對抗軍艦 因為海面上面是 像起伏的 那種炮你不是說 我可能這一炮打出去的時候 可能浪頭剛好上來 所以你就打遠了 或者浪頭剛好下去 你就打近了 會有這種波浪的狀況 那他們的海警船 他當初設計的就是軍艦 軍艦的炮是穩定的 你不會受波浪影響 那個炮口搖來搖去 倒不會 所以他打的 我想說不管是射程 或者是準確度來講 一定是勝過我們的海警船 這個是無庸置疑的 因為準度來講的話 他本來就是軍艦的那種設計 他可以應付海面上面 波浪起伏 他不會因此而影響到他的射程 但是我們那種事 就是把這個地面上的火炮 撞到這個海警船上面 主要目的是一個智慧用的 一個用途而已 所以不至於說是 你說要準確度來講的話 火力來講他一定是 3306一定是比我們大很多 還有一些東西一定比我們大 就是雷達系統 他把這個大陸把這個海警 軍艦改成海警船 他把飛彈拆了 把大炮拆了 可是他的雷達沒有拆 所以他雷達在這距離 一定比我們遠 或者瞄準程度一定比我們高 或者導引系統比我們好 這個是他本來就是軍艦 他這種軟性的實力 比我們會強上很多 好 非常謝謝這個將軍 不過剛剛將軍有特別提到 現在在這個網路上 其實消息跟訊息蠻多的 接下來一個畫面 我們帶大家來看看 這個是大陸的軍事部落客 他們所公佈的這個畫面 表示說有金門的民眾 拍到大陸海警船 跟台灣的海巡船同框 好 當時其實透過這個畫面 你可以看得出來 根本就是小蝦米對上大鯨魚 他看到說海警船 跟台灣的這個海巡艇同框 完全不是在同一個量級當中 就好像是 網友的形容是 螞蟻看大象 好 但是這個畫面 其實蠻多這個大陸的 這個博主都有PO出來 不過不確定這個時間點 可是可以確定的是 其實這雙方的實力 是有點懸殊的 接下來這個部分 我想請這個剛剛加入 我們討論的這個張亞廷將軍 來幫我們講一下這個部分 將軍坐著就可以 將軍可以幫我們講一下這個部分 這個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它的噸位是比較 因為可能是在金門海域 金下海域的話 我們的船 我們的海巡署的 海巡的船是比較小噸位 這個大概就是兩三百噸 很小你看 而且應該來講 近邊來看的話 是比較 應該會比較大 因為你近嘛 近看起來比較大 遠看起來會比較小 那你看它遠邊的中共的海警船 還比較大 對 是不是這樣子 你換句話 它的噸位就大了 這噸位大概三千噸到四千噸級的 因為中共在這一方面 它的 它一千噸級的以上 有共有九十九艘 三千噸級以上的 總共有四十六艘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層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ulfil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我們下一個月的職業